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加拿大居家养老第一部分 居家照顾 居家照顾英文名称是Home Care 这是指提供给长者在家中的卫生保健服务 帮助他们管理健康状况 并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 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攀升 加拿大的居家养老也提上了日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2年7月1号的统计数字 加拿大老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8% 老龄人口的总数量是732万9910人 现在再来看一下加拿大长者人口增长的数据 加拿大统计局每5年会有一次人口统计 11年加拿大长者的总人口是500万 16年是570万 2021年是650万 那么到2022年的7月1号是730万 预计到2026年将会达到820万 2031年达到930万 2036年预计将达到1090万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加拿大长者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 2011年14.9% 2016年15.7% 2021年17.1% 2022年是18.8% 2036年将达到24.5% 也就是说将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长者 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攀升 给健康保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这是安省的健康部网站上对于居家照顾的一些详细介绍 那么居家照顾呢 它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服务 照顾的协调 护理 物理治疗 职能治疗 营养咨询 语言治疗 社工服务 个人护理 医疗用品和设备等等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居家养老的三个部分 医疗专业人士的服务 个人护理服务和家政服务 医疗保健人员的服务 包括以下几方面 护理 物理治疗 职能治疗 语言治疗 社工服务 饮食和营养服务 家庭保健用品 在加拿大社工服务 也是属于医疗保健服务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工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 应对因为疾病残疾 或者其他的生活挑战 而产生的一些社会情感和实际问题 例如社工 可以和医疗的保健团队的其他成员合作 帮助长者申请一些特别的一些福利 例如 医疗设备 申请入住 养老院等等 社工有可能和医疗保健团队的其他成员合作 帮助长者申请一些特别的一些福利 比方说一些医疗设备 转介到一些支持小组 以确保长者们获得所需要的护理和支持 还有一些人士有可能得到一些营养和饮食服务 营养服务包括营养评估 营养咨询 餐饮规划 监测等等 饮食服务包括餐饮的准备 餐饮的送餐 以及厨房的安全 当然营养和饮食服务是取决于患者和长者有没有资格获得所需要的服务 如果长者有需要 安省还会给长者提供一些家庭医疗的用品 包括住行的器具 个人的护理的用品 家庭监测设备 医疗设备等等 有一些用品 可能患者需要自付一部分的费用 像住行器等等 那么这些政府可能会承担75%的费用 自己可能需要承担25%的费用 个人支持服务 包括洗澡 口腔护理 头发护理 预防性的皮肤护理 进出以至进出车辆 上下床 穿衣 脱衣 进餐 上洗手间 赴约等等 家政服务包括房屋的打扫 洗衣服 购物 银行服务 支付账单 计划菜单和准备饭菜等等 居家服务通筹 叫Care Coordination 这项政策将Care Coordination 护理协调定为安省家庭和社区护理 服务当中的核心部分 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护理协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步骤 转介 开始得到服务 整个团队的协调 医务工作者的服务 协调的部门叫Healthline 就是护理协调的服务流程 第一步 您需要打电话 打电话可以是患者本人 可以是家人 也可以是邻居朋友 任何人接到电话之后 这个护理的协调员将会和您讨论您的需要 基于这个谈话的基础 护理的协调员在对您的健康状况做了基础的评估以后 并根据您的合乎资格的程度 给您制定一个照顾的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 您可能需要去见专业的医疗工作者 在需要的时候 您还可以和团队在进一步的协调 以便调整服务计划 作为患者和各种医疗专业人士之间的联络人 Care Coordinator就是护理的协调员 他们和团队助手 直接和患者家人以及护理工作人员合作 他们的合作可以在医院里面 可以在clinic 也可以在社区 可以在患者的家中 他们可以帮助患者 以促进患者家属和护理团队之间的整体的协调 如果您有需要 可以拨打电话310-2222 也可以登陆安省政府的网站 查看详细的情况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也欢迎您订阅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并点赞关注和转发我们的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